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民族专家谢恩锦老师 大家好 支撑理医师洪玉廷 大家好 律师张瑞红 五个好 大家好 好 顺美 这件事 这个呢 明昏五年 她说被她的鬼妻欺负 然后你跑去喷别人的坟墓干什么 这在新竹示范公墓 你说一个墓碑上一个红色大叉叉 你都已经很惊讶 但系数有24个墓碑 被人家用红色朱砂画上大叉叉 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因为民众发现之后 当然立刻报警 警方是根据这个监视器 去找到了一个53岁的诚姓男子 找到他家的时候 他用来在墓碑上画叉叉的 那个液体的朱砂还在他家 而且他也承认我画的 警察当然就问了 你干嘛这样做啊 他就开始哭诉 他之前发生的遭遇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 出了一个车祸 常常会幻听幻觉 很不舒服 整个人就有点走钟这样子 后来有可能也看了医生 都查不出病因 之后呢 有人就建议他说 要不然我们就来明婚好了 因为民间信仰当中会认为说 娶一个明妻 阴间的这个妻子 可以帮助你改孕 他在2019年 他就真的娶了一个太太 这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妻子 没想到没因此而走运 他说更差 工作也找不到 运势也不好 身体也很差 我到现在一事无成 我很痛苦 他说我每天 都被我那个老婆给整 你跟警察说老婆 可是你家就没有这个老婆 他说我不是没有想过办法 他说我拜了所有的 宫庙的神明 我请神明帮我做主 看是要离婚还是怎样 对嘛 先找谘伤吧 一开始就离婚 他说没有神明愿意帮我嘛 所以他说我现在放大绝 我就直接这样干 因为他说 我在这个墓碑上花茶茶 是要让神明看到我 你这样讲半天 神明看不看到你我不知道 但是这些 这些墓碑人应该会看得到吧 是好 但是他有他的说辞 他的理由是说 我运气不好 我没办法 我要跟鬼妻离婚 我没办法 但是各位 这个我就不能认同了 最近这个新闻我好生气 因为我也很喜欢 黄家居的海阔天空 各位 香港的这个乐手 当年很年轻的时候 出了一个意外而过世 黄家居的墓 被人家怎么恶作剧 这是15岁的一个网红 这个小男生 跑到这个墓碑那边去 他第一时间呢 就先拿可乐 淋在人家的墓碑上 然后接下来 因为黄家居是一个 非常受到欢迎的乐手 是不是很多歌迷会去送花 直接拿起那个花 去吃那个花的纸 就包装纸 再就觉得这样子不够 你看他接下来干嘛 他就在这个墓碑上 他拿起了笔 就写说社会破坏者 就上面写一些 侮辱黄家居的字眼 还不够 你知道他还准备了狼头 他直接拿狼头来敲 那个墓碑上的照片 人家跟你有仇吗 而且这个影片 后来因为po上去 警方当然就抓到他 抓到他跟抓到另外一个 23岁的共犯 他自己本身 这个小孩子只有15岁 当然就问他 第一 我跟黄家居不可能认识 没有仇 那你去这个干嘛 各位 想成名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 全香港人都看到 OK 最近我不知道是网路时代 有很多人想成名想疯了 想流量想疯了 然后做的一些事 你完全哪里理解这样的事 施教师 这个对台湾人来讲 是个大忌讳吧 谁敢没事去 我不管你那个冥婚的诡妻 对你到底是怎么样 那你去求神拜佛 看怎么样帮你解决 你去迁入到别人的墓碑干什么 一般来说 其实我必须这样讲 通常他讲的冥婚 遇到一些那个状态 对他说他的运气 连都没改 这个情况我倒是蛮少见的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正常情况下 是那个女孩子喜欢她 选上她的话 大部分我看到几乎都是会 就是会帮助她 在事业工作各方面来说 甚至如果你要没结婚 本来没有结婚的话 她还会帮你选老婆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希望说 她以后有人拜她 所以第一个呢 如果帮你签上证援之后 那你生了小孩 世世代代都会拜 也会叫她 第一个她还是要称呼她为大妈 因为死者为大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小孩 以后她等于都有人在祭祀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个对她来说 所以她为什么会去照顾他们 原因也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她没有 那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 她这个明婚的气 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那个 所以也许不一定真的是 人家对对方看上她 然后你去做这个明婚的动作 第二个 破坏这个呢 我倒不觉得神明会看到 因为毕竟是目的嘛 目的本来就不是 就是一般神明在管的 那神明首先神明看不看到 我们不知道 但警察一定看到了 对 第二个是家属 你这个不是 不是稍微对我们那个 而是对我的家族 对我的祖先 是一种侮辱 这个基本上来说 也许不一定他会有怎么样 说你说什么折受或什么 但是一定会在无形中 会有一些影响 这些好兄弟们 他其实对他来说 因为你已经打扰到我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部分他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他的明婚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 这个媒体上也没有写 我们不知道 那当然我们就认为他是对 合理的一个明婚 也是正常的 人家看上他 只是为什么他会 什么都没 照他的说法 他都没有改变到 或是没有好运到 这个联系好像都觉得 因为一般案例上来讲 应该不会是这样 好 那这一部分 除了你说好兄弟会被大家火大了以外 专门师阳间的律法呢 他做了这些人家喷成这个样子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刑法 对这个 这个是我们台湾人真的很重视这一块 因为我们台湾就真的刑法 有所谓的发掘坟墓罪 这刑法的第248条 OK 它规定是说 如果我去发掘人家的坟墓 要处6个月以上 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6个月以上代表什么意思呢 原则上不能一可法庭 所以代表说这个是很严重的 对 那进而再来 249条又规定说 如果你不只发掘坟墓 你还去怎么样 你还去损坏 然后一起盗取他人的这个尸骨 骨灰 然后甚至是恋物 就所谓的可能陪葬品之类的话 那这个还有更加重的一个规定在处罚 可是他就跟你讲 我没有发掘坟墓 我就只喷了东西 我也没有挖 我也没有开 我就喷 搞不好他还看过法条 对 然后看过法条觉得 这些比较重 那我去挑比较轻 我就只喷 那喷呢 它有一个毁损的问题 对啊 毁气损坏制定不堪用啊 反正就是一定要找到 相对的一些的法条的东西 但是老师两个 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人嘛 另外一个刚刚讲说 那个Beyono皇家居 OK 就这些来讲的话 他是要让 那个人是想出名嘛 如果刚讲那些 你还去拿榔头去敲人家 因为我们刚刚看 他那个墓碑上有照片 对 他还去敲照片 这样呢 所以他前面那几个动作 比如说他刚才讲到可乐 然后吃什么他的花 那个其实那个不影响 那都不影响 但是去敲那个墓碑上面 或者是他的照片 那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背形是这样子 然后旁边是这样下来 就像我们的头 肩膀 手背 所以基本上破坏到的位置 会影响到 将来有可能会发生 他后续状况 哪个地方受影响 会对应到那个人的身上 会对应到身上 OK 那我们就慢慢看着 新闻往下的发展 然后这个人 接下来 因为我觉得香港也是 香港整个华人社会 其实对这些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那刚才讲到这些 包括阳宅跟阴宅 尤其是华人系统 对于阴宅特别的在乎 因为他不是 我刚才讲 他不是一家的问题 他可能是整个宗族 生活世代一切的问题 可是像这样的一些事 玉婷 有很多他会发生在 尤其是亲人 特别会做手脚 会喔 很多 你不要讲亲戚 可能连自家的兄弟姐妹 他都做得出来 什么时候做得出来 我们曾经有一个同业 接到一个女生客人 然后帮他爸爸办丧礼 因为别人家是 一般都是重男情女 结果他们家反而 重女性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他爸爸 把家里面所有的产业 都交给这个姐姐 剩下给他弟弟的 只有一间房子 跟一千万的现金 只有一间房子 跟一千万的现金 事实上已经很好 我们听到都是很羡慕 但是我告诉你 对于那个姐姐来说 这就是九牛一毛的事 OK 所以说他就跟姐姐吵 说就是这样不公平 怎样 可是这个姐姐 也没有要让步的意思 好 结果好 桑礼办完了 就是等到三个月后 还不到白日 这个我们的这个李医师呢 他就接到这个女生的电话 说他想要请他介绍认识的法师 为什么呢 他说他觉得他最近就是很倒霉 就是什么开车啊 连续出了两次车祸 然后还伤到头 好就算了 他还梦见就是他爸爸 到梦里来找他 然后一脸哀愁 很哀怨这样 然后而且他爸爸头在流血 就太巧合了 就是都是头铺的 所以他就是觉得 是不是爸爸要给他什么提醒 法师听完他就说 你们最近有没有去这个祖坟看一下 当然没有嘛 因为这个告别式结束之后 就没有再去了 所以他们就是听从法师号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看才发现 因为他们家祖坟是那个墓室 就是很大的 然后里面可能就是所有的亲戚 都摆在里面 里面有阿嬷 爸爸 还有其他的亲戚 然后那个墓室它是有门锁的 所以你打开门锁就可以进去了 好 他们进去之后发现 阿嬷的 然后亲戚的 全部都有被就是毁损 就是会有被敲坏的痕迹 爸爸的更扯 爸爸是骨灰甚至还撒出来 亲戚的全部都有被就是毁损 就是会有被敲坏的痕迹 爸爸的更扯 爸爸是骨灰甚至还撒出来 可是你要怎么知道就是 谁弄的不知道 好 但是我们先把主线的事情解决 不然它这么衰就是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就是请那个头弓啊 尖骨石来处理 好 处理了之后才发现 爸爸的头盖骨 不见了 没有办法找凶手啊 因为那边你知道那种地方 他就是没有什么监视器什么的 你根本无从擦起 奇怪的是 他们那个锁也没有被 那个敲坏的痕迹 所以显然是开门进去的 对 后来凶手怎么发现 是因为他的弟弟 突然就住院了 然后他们去看他弟弟的时候 他弟弟就是会一直抽搐 那医生当然会给他镇定剂 但是那个就是没多久 就是又一直一而再三 这样子抽搐 然后而且他们去看他 他说啦 那个女生说他弟弟就是脸色发青 然后护理师他们就是说 他会在那个医院好几次 突然就是用女生的声音 就是说这个 没有名其妙 我们家来个老头这样子 然后护理师跟医生都吓到 所以他们就当然就是 请求这个法师来看 是不是有什么事 法师就说他就是卡到 对 然后所以请法师帮他做仪式 法师做完仪式之后 他有慢慢慢慢比较好了 之后 这个弟弟他就说 因为他为什么 他就承认他做的 那为什么他要做 他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他说头盖骨就是他偷的 然后他说他头盖骨就 那个偷了之后 就随手一扔扔到旁边的草丛 他把他爸的头盖骨随手一扔 结果你知道吗 他不丢到旁边的草丛吗 我告诉你 殊不知那不是草丛 那个只是很久没有人去扫墓的 无主孤坟 法师就说他就很倒霉 因为那个无主孤坟是很凶的厉鬼 所以他就是要惩罚他 所以让他弟弟这样子 那后来当然头盖骨就是撿回来 帮他们修法 可是他弟弟就是到现在还是 后来还是就是有点神志不清这样子 OK 但是夏老师 如果照刚刚余婷讲的那个 他爸的头盖骨是他弟弟投的 然后把他丢到人家那 那为什么是他姐姐投会流血 就你应该是让他弟弟 要投流血 让他受惩罚以后 要自己悔悟 然后告诉大家是他干的这个事 结果为什么是他姐姐投流血 第一个呢 有时候亡生者 他必须要找一个他有办法去沟通 或者是帮他处理 不过基本上因为第一个 他弟弟后来精神上面 有遇到一些问题 这个就是因为他通常头盖骨 如果受到破坏的时候 我常常在提到 我们的 他有时候会反馈 第一个我想不是只有头盖骨 因为我们颈椎这个地方 也会受影响 因为有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 这个部分有时候 我曾经遇过他们为了要偷 人家的那个链子 用那个钩子直接去勾 你知道挖一个洞 就在棺木那个地方 他参测之后 这个地方是有经验人 他就挖一个洞 他用钩子下去勾 那这一勾 有时候那个头骨跟颈椎 这个地方就不要拉开了 所以相对的反应在 原本那个人身上 那个人他之后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状况 如果是头部哪个地方 比如说他丢 虽然你觉得是水手丢 但我那个地方有撞击的时候 如果有裂开或挥损 其实会反映在 丢的那个人身上的同样的位置 我讲我家的那个真相 就是一开始我们那个地后来被破坏 破坏之后很奇怪 那就是只要被破坏的那个范围里头 比如说他是在左后方这个地方 他用挖掘机挖那个后面的那个土方 所以之后我们就是局部这个地方 就出现头痛的情形 可能远在比如说中南部 可是为什么在北部这个地方 我们的子孙会有同样的情况 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那立刻就知道原来是祖坟被破坏 当然其实这一类的东西必须 往生者他会反映在那个上 那第二个呢 有些地方比较特别的地方 像我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对兄弟他为了要这个球名牌 他就去墓地里头去睡人家的墓地 真的有真的有求到 因为那个墓地里头是一个女主人 他每天晚上他就是比如说 OK 什么时候要开牌 他就去睡 睡了之后 第二天起来就把那个数字就把它写下 你梦到什么 你梦到什么 两兄弟都开了 真的让他中了 他有时候中千万以上 然后连续中 连续中的大概差不多 我记得应该是第九次的时候 然后你知道他请人家去 就是去演戏 演台戏 然后又请人家去唱歌 我印象很像 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当兵 你突然发现半夜目的 就有人在唱歌 女明星 你听到就女生在那边唱歌 应该怎么半夜有人唱 还特别帮她打灯光 然后我就想说 你怎么拿 然后我们学长说 那就是有人中奖 一定是那个 然后他跟他讲好 他就请人家去唱 结果这个歌有一点点 就是我觉得有点贪心 然后他们两个那一天 在那之后他就直接问说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心愿 想要做想要什么 然后你知道这个时候 两个人突然间就觉得 你知道抖了一下 觉得好像身边比较冷一点点 他突然间听到一个浅浅的声音 他说我要你 因为女生的声音 他说我要你 其实弟弟跟哥哥听到 哥哥就是神经比较大条 他前面想那么多 但弟弟吓到 弟弟从那一天隔天之后 就再不去那边了 然后但是哥哥还是再去 然后也让他也有中 结果后来大概在中两三次之后 就这个哥哥发生意外 车祸死掉 如果他一开始他并没有那个 就是我跟你讲 那如果你要是如果让我中的话 我就请野太系 那这样子就只要照我讲的那个去 但是他主动开口 你还要什么 那这个时候就人家 人家开口要 对 可是刚才讲到墓碑啦 所有这些 包括像自己的是弟弟 把那个头盖骨拿走 任何像这样的话 可以告切到吗 尸体 遗体 他是属于遗产的一个部分 对 所以其实他是全体的继承人 共同共有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是大家共有 那他把一部分 把他私自的把他拿走 那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就有成立这个 窃盗跟侵占的这个可能 但是这个要注意的是说 因为像是亲属之间的窃盗跟侵占 那他们这个部分的话 是属于高属乃论 所以要注意六个月的一个 提高的一个实现 对 那我自己是真的觉得说 就是真的是 对于看不见的好朋友 真的是要心怀尊敬 因为我以前其实是当司法替代役 对 所以我是在法院服役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 他其实是属于集中住宿管理 当时就是 其实都是一些矮旧的一个老平房 对 那我们要选到底要住哪边的时候呢 就有一间很奇怪 明明是单人房 照理说应该很热门 但是却没有人选 然后后来进去看才发现说 原来他是一个很老旧的榻榻米 而且听过他已经空了好几个月了 后来我自己是选在这间房间的隔壁的双人房 对 那我同梯了他跑来跟我串门子 对 然后串门子的时候他就很无聊 他可能我也要吓人 他就躲去那一间单人房里面 然后去那边喊着说 张蕊红就是我等你好久了 就是用那种很装神弄鬼的语调 出来之后我就可以骂他 我就跟他说你是白木 最近明明就有听说过一些 就是奇怪的 就是 你还在里面玩这个游戏 对对对 然后结果后来 当天晚上就真的是出现了一些 很奇怪的状况 对我当天 对我当天睡 就是大概睡就觉得 就是梦到一个 就是不知名的女生 对那然后结果我就觉得 全身就是感觉起来就是很冷 那时候没有开冷气 而且也快要春天转夏天了 结果我醒来 我想说好看一下 现在时间几点了 结果醒来刚刚我看到手机写4.44 对我就觉得很很很毛病 然后后来我就所有人都睡得不太好 对 然后结果后来我隔天去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昨天睡了好不好 你会碰到什么奇怪的状况 结果他更惨 结果他跟我说奇怪 就是他明明昨天睡觉的时候 他的裤子穿好好的 那不知道什么 结果醒来之后发现 裤子被脱到脚边 还剩内裤而已 啊不就好 交代内裤没有被跟着被脱掉 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是去 那个法院就是去上班 然后结果 就真的 我们在那边待了快5个月6个月 就那一次 就是那一天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 然后结果就他就接到一通电话 我旁边听到围了老半天 结果他后来他挂掉之后 结果他就脸色很铁青 他就说就是 就是另外的那一桶 好像是一个女 是一个女生的声音 然后跟他说 请问这里是警察局吗 我死了好惨啊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事情很严重 然后我就要求他 我们回去之后 要到那个单人房那边 要郑重的去跟人家道歉对不起 对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看得到看不到嘛 结果后来 我们才去跟管理罚警讲 因为管理罚警带了好多届的替代役了 他后来就说 其实这间房间呢 以前曾经有个学长住过 那学长呢 因为他有在修行 所以他说他看得到 他说他看得到 就是说里面有这个 不同世界的好朋友 但是后来因为很多的这个传言 所以听说当时 就是后来 就他们真的有把那个罚警的制服拿出来 然后挂在房门外 然后挂了一阵子之后 这样就解决了 对就是后来就没有再再听到 因为我们是真的是 我教学家就是 我们要很诚心的去道歉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很衰 因为不是你嘛 对对 所以幸好是他 对不对 对 可是 老师道歉就解决了 老师道歉就解决了 就是跟人一样嘛 有的人就是 比较单纯 就是你只要跟他讲诚心道歉就OK 那有的就不一定 有的他可能会要求很多附加的东西 所以我们处理过很多那个的话 通常都会跟他沟通 然后看他想要什么 但是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这样讲 他刚才不是说脱了裤子 没有 内裤没有脱掉 对不对 其实内裤有没有脱掉 其实不重要 他已经失身了吗 这真的会影响 他已经失身了吗 因为我们有遇过就是 不管他是生魂或者是阴魂 那所以生魂就是有一些人他请法师帮忙 比如说看上哪个女明星 他就送东西给他 那女明星晚上就开始一直做春梦 然后之后他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去看的时候才发现 他送的他那个东西里头是有做东西的 在泰国有些地方他们有一种叫尤宰鬼 就是其实他就是类似那种 然后第二种就是真的是阴魂 那阴魂基本上来说 有时候他跟他会有那个话 他就不太需要透过 其实这两种都一样 他不太需要真的就是说 有穿没穿影响不大 OK 而且我可以想象 那个张蕊宏去道歉的时候 一样 不是我 都是那个谁谁谁 这是重点 一定是这样讲 这是重点 那我没关系 我在心里这样讲 我在心里说 他的名字叫我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没关系 OK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 因为任务是在当司法替代医 在法院工作对不对 你有没有觉得在法院 或地检署或法院都一样 因为我们有时候开庭会开到很晚 你有没有觉得开到很晚的那个时候 那个氛围特别吊诡 特别阴伸 我跟你讲 我开到尤其在地检署 我不懂 大家灯不能亮一点吗 就是开到很晚 譬如说 因为有的案子真的一省就省很久 你开到那个大概七八点以后 然后所有的庭都开完了吗 然后我那个庭又是在法院里面 就是在那个地检署最里面的庭 你知道开完出来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大家走了 我留得最晚 对 照理来说我应该一开始就走 你知道那走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是个无尽的长廊 然后廊边灯我就讲大家不能开亮一点吗 有这么样节约电吗 对 你不得不讲说在那时候那个氛围特别 尤其法院里面你知道判生判死 很多这些的那种感受像这样一些的氛围 OK 好 那其实你要讲说阴宅风水这些东西 各位不要说你我大家信这些 商界做的生意做的越好的 政界爬的越高的 越信这些 你忘了吗 国内曾经有过总统大选 打得激烈的 然后很可能当选的一些的人的过程 知道那些祖坟 大家的那种那种大家族的祖坟或什么 或是国内有可能爬到那些位置的人的祖坟 都非常的大 然后一定会种龙脖什么那些 我记得那时候媒体上面直接报道出来的 那家里面祖坟的龙脖被人家砍 然后包括那个祖坟上面 被钉了九根还是几根钢钉 对对对 老师那个钉钢钉那些 就是要破人家祖坟的风水 对 因为它那个龙脉嘛 那龙脉它为了要钉住它的龙脉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钉那个钉子 其实在历史上面 那个时候日本不是在侵略各个国家吗 我在印象很深 因为我在韩国的时候 我就看到韩国的纪录片 当时韩国很多老师们就是跟着去找 找就是日本当初在统治 就是在韩国那个时候 它打的那个钉龙脉的那个钉子 那它是很大的那个木头钉下去 之后找出来 我印象中找出来好多根 就是已经残破了 因为时间太久了 那这个还是有找出来的 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找出来 所以他们认为说 当时很多人认为 韩国那时候遇到一些状况不是很好 是不是因为那些钉子 没有起出来的关系 我刚刚所讲的那些 你还可以在网路新闻上面找得到 而且最后 对 那个人没有当总统 好不好 OK 好吧 最后结果是这个样子 你说台湾人 华人世界都非常重视英宅传 可是你自己住家呢 住家是洋宅风水 洋宅风水对我们来讲的话 不可会啊 你只要买房子 租房子 公司要搬迁或什么 不要骗我 你一定会找老师去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太重要了 所有的人 你怎么可能不信这个 可是现在因为大家在居住的时候呢 容易跟邻居会有一些摩擦 对不对 如果你要告他旷日费时 于是现在有很多人会用DIY风水 什么DIY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些概念 这里帮大家整理三个新闻 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网友 他抱怨说 他可能跟他的邻居本来关系就不太好 他就发现他的邻居啊 家里面掉了三把剪刀 但是是掉在户外 然后剪刀一定是这样嘛 对着他家 你说真的是摆明是干嘛 为什么户外要掉一个剪刀 是啊 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他觉得就是针对他 他就跟对方有沟通说 你们这样子会破坏风水啊 对我家不好啊 尤其这个网友抱怨是说 他一直找不到工作都不顺 都是拿三把剪刀 一有工作就剪掉 他一定会这样想的啊 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你心里只要相信 你就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双方就吵得不可开交 而且妙的是对方就说 绝对没有这件事 你也不要管我要摆什么那是我家 结果这个网友就告了 请问你去告的时候 你会说人家一三把剪刀 害你找不到工作 你觉得法官要怎么样判啊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也是有一个新闻提到就是 这一个网友他自己本身会研究风水 然后他研究风水之后呢 有点是半仙的状态 他就说我发现我们邻居不太妙 他们家呢放了这个防盗太阳花长这样 这个很多啊 很多对不对 防盗的啊 那请问你为什么一次放八只 而且对着我 这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通常防盗是这样平面嘛 应该是这样看的 你怎么会这样凸出来勒 而且八只都对着我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小五哥 万箭穿心善 欸 是是半仙半仙 是不是是不是 他也是工作不顺 然后再来他之前出了一个车祸 那他家里人呢 他儿子还跌倒 各位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些不顺 都认为是风水 那你这个万箭穿心煞 你就去对着我嘛 而且还八只对着我 他就跟对方沟通 对方不理他 就觉得你想多了 这是我家拿来防盗的嘛 然后再来他想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要提告 你要怎么样跟法官说 说半天他不听 你会万箭穿心煞 我也会 各位教你怎么弄 DIY 拿一个镜子把它照回去 这招很多人用的 你也知道很多艺人 过去香港的风雪不就是这样吗 一个刀子过来 我就一个镜子过去了 他就弄了一个镜子 就对到对面去了 对面更火了 吵起来了 但是不知道对面这个邻居 会不会对他提告 这是第二个新闻 第三个是这样 有一户人家 他们生意做得非常好 生意越好那奇怪 有时候家里人就开始出一些状况 为什么呢 爸爸生病了 也不能走路了 状况也不好 然后再来呢 哥哥的这个事业也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这一家人 原先生意很好 可是为什么一连串会有一些状况 但他们就想到说 是不是家里的风雪出了一点问题 我们来调一下好了啊 于是他们就请了这个风水师来家里 就罗盘看看 哎厉害了 这个风水师就在他家的门口 没有进到里面 在他家门口 门口外面有一些人家是 因为装潢的关系 会弄假的草皮 看起来比较好看嘛 草皮底下一打开不得了 里面有一个小人 就是那种你知道 那种草座的小人 上面全部是针 而且那个针还扎了一张照片 而这个照片就是这家人的全家 惊不惊悚啊 问题是到底谁弄的呀 他们也想不起来 反正风水老师已经讲了 我们就暂且怎么处理 反正风水老师会做 不是丢掉哦 会做一个什么之类 一个礼拜之后 隔壁邻居出车祸 两条腿断了 可能知道答案了 但是这件事情也没有证据 你就是腿断了 OK 但瑞宏我想先问一下 如果叫你去打官司 那个万箭穿心煞 来来来 或是高者 弄了一个草人出来 然后这个当事人跟人说 你帮我去告那个邻居 那请问要怎么跟法官讲 我们要先看这个当事人 他的 精神正常 他的律师费要付多少 这个我们常律师还在讲 我们可能自己 收律师费要收那个 什么精神赔偿啊 什么名誉的回损 因为我们这种案件去法官 他法官应该觉得说 来又有件事来乱的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反而会建议说 我们律师帮忙写书状 然后请他自己去开庭 自己去面对法官 因为你觉得去以后 还会被法官问说 会被法官洗脸啊 这个是怎样 万箭穿心煞 所以这律师很难证明 因为在我们节目里 讲过很多次 这种你怎么去跟法官 证明那个因果关系 或什么这些 但老师 他真的像这些 我不讲别的啊 光讲那几个剪刀对着 那个万箭穿心煞 也许你觉得你们家防盗 但你天间就看到 那跟利剑一样对着自己 心里面也会矮悠啊 这些东西 那这怎么办 它的形状很像弓跟剑 所以刚好你如果在对面 那你如果房子刚好正对 就是正对的时候 它就算对过来 它也不会对到我家里头来 但如果房子没有盖那么齐呢 那就变成你刚好 射到我窗户里头或什么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没有事就没事 但是如果刚好是 那个窗户里发生状况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它确实是属于那个 第二个部分来说 我讲南部有一个真实案例 消防堆是公家机关 是 本来这个对面有一个在做生意的 它其实生意非常好 那生意好其实你也知道 就生意好这个当然就那个 但是没有 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的时候 突然间就连续 连续就是里面工作的人 比如说厨师 发生事件 受伤了 然后或者我们在送东西的时候 受伤 然后你就陆陆续一个一个受伤 那你就觉得奇怪 最近怎么会这么不顺 当然你如果说一个不顺 你就不会讲什么 但是如果连续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奇怪 好 于是他们就请了风水老师来 风水老师到现场的时候 他一看不得了 因为你的斜对角 那你知道有时候斜对角 那个三角窗的地方 那人家刚好那个消防队 他就OK 他要打他的招牌 他弄起来之后看起来 那形状看起来还蛮特别的 看起来就是像一只老虎 因为他坐起来 他一看 怎么像一只老虎对着你 所以老虎对着你 所以你们家这边 就一直出事情出状况 那于是呢 他就做了一个跟那个很像 他是做了剑 但是他用木头的 他做了弓跟剑 对着对面那个消防队 然后OK 结果你知道这一对下去不得了 三把剑同时对着他的时候 他们家就平安了 结果对面消防队不得了 他就觉得说 我们最近出情一直出状况 那他们也不行 我也要找人来看看 所以他一找人来看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没有发现对面三把弓箭 正对着你们 所以你们最近一直出事情 而且算一算时间 他那个做好之后 就是他们出事情 那于是他就说 那我也不能够直接说什么那个 而且我如果公开结婚 我要放个什么八卦镜或什么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那个 所以他也不考直接放这些东西 所以好吧 那就那有什么方法 不然你装铁窗 整个铁窗装起来 做起来就 哇 这个时候这个老虎 就从木头的老虎变成 铁 对 金属的钢筋的铁老虎 就对着他们家 真的还真巧 他做完之后 换这一家商店又出事 大家没有一个两千奇美的办法吗 一定要这边出事那边出事 后来他就说那怎么办 他就说那好我们也升级 对不对 本来是弓嘛 弓箭嘛 木头的没有用 那我们就改成金属了 跟那个很像 他做成 而且做成弩你知道吗 更强 功力更强 就是那个力量更强 做了三支弩 正对对面的消防队 就后来又对 换对面消防队又出装了 那这个事情 因为实在闹 那后来就 OK 太夸张 因为他后来发现 真的这个可以拍照 我也有去拍照 我带他去看 然后把他拍照拍下来 发现 真的两边就这样斗法 其实他可以两全其美 这样这么多 其实他一般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他工艺对着他 他就改用一个潜昏太阶图 就移山倒海嘛 你不要让我射进来 你就射 你就随便乱飞 不要射到我就好 那其实也许他就不会出状况 所以民间里头 其实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像早期的时候 他们有那种叫做使感当 如果我是在一楼的 我就会设定使感当 如果在楼上的 我就可能会设计 我刚才提到 那个潜昏太阶 就是说移山倒海的动作 其实这个 其实都可以简单化解 因为你如果不简单化解的时候 有时候互相兜来兜去 到最后两边都损失 而是那个渣草人的那些 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因为平常讲 那民俗上面会不会产生一些那种法术效果 我不知道 但是你心里想也知道不舒服吧 谁没事 然后名字或是照片 被人家摆在那扎几个东西 这一定会很不舒服的 那这些如果真的碰到这怎么办 这个我遇到很多 他从家里的神明炉 到你知道外面那种宫庙的神明炉 都有发现过 曾经还有那个外面宫庙神明炉 一清出来之后 里面也有人家就是 除了那个以外也有照片 那个已经扎得面目全非了 还好因为认不出来 但是如果要是他要 看得出来是自己的话 应该会 对啊 那怎么办像这种 就是想办法 就是看用什么方法去处理掉 化解他原始 就是他用的那种法术 因为有很多种 像比如说我有遇过 他用的就是传统的 茅山树的扎草人 那有的是请人家 那个老法师的倒数 他用扎那个照片 那其实还有 我还有看过 就针对扎眼睛的 就这眼睛就扎得看不出来了 但是人脸还是看得出来 对 那也有为了真财产 就是针对那母女 就针对人家 就是那两个人的照片 针对这样子扎的 不过基本上来说 我觉得是这样讲的 其实冤家一解不一解 有各种化解的方式 不一定要透过 这么激烈的方式来做 OK 那其实刚刚讲说 那不管阳宅阴宅 我们传统 那对台湾人来讲 都会非常的重视 像余婷 李一世一定会很在乎 像这一些 那像你们自己阳宅 应该也会在乎 像这样的一些事情 或是你们会处理 像有的亡者要 一定要回家 或什么这些 像这些在处理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要啊 比如说家里要设祖先牌位 一定当然都是要请老师 来看风水 看方位的 我自己阳宅也一定 我家也是都看风水 一定呢 才生得出小孩 本来生不出来 然后你是找老师看完风水 一个月就生小孩了 就怀孕了 不是真的 对一个月生出来太快 真的啊 超神啊 所以我每年都会风水布局 因为对不对 每年的位置会不一样 对所以我每年都会风水布局 所以其实风水 其实大家就是希望说 可以给我们省力一点嘛 不外乎就是招财啊 然后健康求平安啊 求子啊 或者是求姻缘啊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女生朋友 她很漂亮 但是35岁了都没有男朋友 就是没有桃花 所以她就是想要求桃花 那她就 她可能在网络上就是交友软体 也没有一个结果 所以她就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大师 然后来帮她就是问大师 要怎么弄风水这样 然后大师就教她要买这个 粉经的七星症 粉水经七星症 还有桃花枝 好 她放了之后 她一开始很开心 因为就是有感觉嘛 就是好像有那个 结果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后 她就跟我说 她觉得很恐怖 想报警了 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后 她就跟我说 她觉得很恐怖 想报警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被他们家 楼下餐厅的服务员 这个缠上了 他们一开始就是可能 就是聊Line 然后但是聊一聊 她那个男生对她一见钟情 但她没感觉 所以她就想要就是渐行渐远 不要再那个 但是这个男生 就是一直苦苦的追求 一开始是送餐 送管理员 请她转交给朋友 然后后来会送花还有情书 就算了 再过来更夸张 她还用那个 这个男生她自己的照片 然后跟我朋友的照片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爱心 然后送给她当礼物 后来她不堪其扰 因为那个男生 就是可能小她十岁 二十出头岁 不要浪漫一点 但是她就没感觉 然后她就跟管理员说不要再收了 就也不要让人家 这个有感觉有希望 好 结果没想到这个礼物就变直了 变成有一次她甚至她出门的时候 那男生就围随 跟着她 然后甚至她还会在 我们女生朋友的摩托车 她还会发现就是有那个 一些指甲 然后里面有一个小字条 说她要把她身体的一部分给她 跟她分享 然后她就觉得 这也太变态了吧 然后她就跟她说 因为就是那阵子就那个男生 所以她就跟她说 你再这样子 我就要报警了 然后后来她就乖了一阵子 之后有一次 那个她趁我朋友就是不注意的时候 从她后面拔了几根头发 然后就跑走了 然后她就报警了 她这一次直接报警 然后那个警察就 可能要帮忙调节这件事情 反正把这个男生找来 那男生就说 因为她就是很喜欢她 然后一直苦苦追求 那拔她头发干嘛 她想要求那个玄学的力量 所以她请了一个法师 法师跟她说呢 她要她的头发 然后她才可以帮她做法 而且她法师说 你要折十年的寿命 你才可以 你就可以跟她在一起 然后所以她就 她答应了这件事情 她为了摘几根头发 宁愿折十年寿 对 就为了拿到那几根头发 跟她在一起 这个是 你要先折十年寿 然后拿到她的头发 然后法师帮你做法 你就可以跟她在一起 然后甚至那个法师 还跟她开三十万的费用 老师 拔了头发 折十年寿 换来能够两个人在一起 真的可以吗 有一个法术叫做和和 和和素 和和其实它有很多种 比如说它所谓和和饼 和和泥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以前早期的时候 女生走过去的时候 她踩过的地方 她就看到那个斜音 那个位置有没有 她把那个泥巴挖起来 然后回来之后 她就开始做 像那个头发 它可能烧成灰 然后或下去火 那做成饼状 或者是做成人形 那其实有 那可以让对方 跟她在一起 那叫折扬寿 真的有这回事 折扬寿 我就不敢跟你讲 那个为什么 因为其实通常 这个老师 要愿不愿意做 其实重点就是 第一个 我觉得费用就是问题 因为基本上 他不是只有折 就是 不是只有折这个年轻人 因为法师 法者本身要 会损应得啊 人家本来 他本来就没有跟他在一起 你强把他们两个人拉在一起 硬把他那个 其实法师本身也有一种法术 就是比如说 因为你要知道 早期的法师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像以前 我这样讲 就是可能不太像我长这样子 你知道我以前看过的 小时候 我遇到的老师 有些就是弄个三样胡子 然后弄的就是很奇怪 然后绑辫子 这边绑辫子 然后立起来 就把自己弄得很奇怪 那正常的人 可能看到都不会喜欢 所以他们 于是就是主事业 就交了一套方式 让他可以去 有对象可以跟他在一起 但是他有规定 你一辈子只能做一次 你不可以 做了这个之后 再做另外一个 要不然的话 他就是有损应的 那他这种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比较不好的原因 是因为 通常一般来说 像比如说在泰国 他们有一种就是 你也知道 他有一种湿油 那那种湿油 基本上 对他们来说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法师 也是一样 有时候他一生中 是没有正式姻缘的 因为 当初他们那个时候 有可能力士要 就是我只有这辈子 没有下辈子 所以他有时候 甚至给他三碗饭 你要踢倒其中一碗 不是踢倒 就是早期我们那种粪坑 有没有 他上面就是放三碗饭 其实里面是 孤贫妖三种 你要孤独 孤独你就没有对象 那或者是贫穷 或者是暴斃 夭折 那所以基本上 他自我自由选择 然后你踢倒哪一碗 进去之后 那万一你如果 就选到 比如说孤的人 那或者说 那你总是 还是会有那个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 就是让他点在女生的身上 然后点上去之后 他们身上会带一把 像木头做的枪 但他枪的头 不是我们枪的头型 而是男生的特征 对 那就是那种形状 但是通常只要 被他碰上的女生 大概就会 就真的会死心塌地 一段时间 但是对那个法师 也不会好 不会好啊 因为我刚才讲 他有点是抢人家的那个过来嘛 对啊 而且也许这个女生 本来就跟别人有姻缘 是被你破坏的 所以这个是有损之应得 所以刚才讲 则受则损应得 那这个部分是确定的 OK 其实你说尤其感情的这一部分 你如果真的要去感动 别人的那个方式 是一回事 但强用一些 民俗一些的方式 不管你信与不信 有没有一些效果 但感受上一定会不舒服 风水之说再怎么样 我觉得让人的心里会舒服吧 包括洞线 我们常讲洋宅风水 它跟洞线 我记得邱小师有讲过 就跟洞线会有关系嘛 对 它也是有一些的 一些物理的 科学的一些的依据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某种程度 也许你觉得 对你来讲会有一些的帮助 但是自己 个人的努力 应该占最重要的一部分吧 OK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 观众你的收看 正正有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